我們今天是例行的執委會 因為他們交代對楊貴隆的案件進行處理 我們也先向執委會做報告 經過在場出席的執委 請決議我們做了以下的聲明 因為這個案子已經進入司法審理的階段 所以台北市黨部對司法審理的結果表示注重 也希望能夠進出福利益金真相 第二呢 依照本黨的機率頻率條例 我們主委會會依照職權來進行調查之後 再依相關的規定來處理 對我們今天等於說是 我們是在公共和國的黨部 也能夠進行調查 因為司法調查還沒有結束 那依這個不罪推定原則 我們不能未審宣判 這個我想對我們的黨員也有公平 那我們也希望司法單位能夠盡速的理清 讓這個真相大碼 所以你找兩萬拜託 再進來處理 那今天到什麼時候 還沒進行到那個場合 下去還沒開那個場合 我們會看司法調查的結果再來處理 我們還有下次的會議在反省嗎 我們是立會是一個月開一次 你們是下個月開一次嗎 也不一定是下個月 那要看司法程序進行到什麼階段 對我們一審定案 有一審定案的處理方式 判刑確定有判刑確定的處理方式 那如果一審是有罪的話 會怎麼處理呢 我們會提交之後 那就是有權權 但是卻沒有權責 派在外面的代表 如果是失職的話 你也有權權 也有權責 要去管好這個事情 關於這件事情 很顯然 在那段時間裡面 對於蘇喜成顧導 後來的情況 有一些影響 我覺得非常遺憾 我這邊有兩點的意見 第一 網路的發展 坦白講 是一個開放社會 又非常重要的一個現象 我們應該聽眾 但是我也希望 我們網路 不要去被少數的操作 這也是我們的期待 尤其是用來做一些政治上的操作 讓我們的民意解讀的效果實真 這才是我跟大家應該要重視的事情 我在這邊特別提到 我過去跟謝長提前 蠻有一些交往 但是 我們處外的代表 幾乎就是全權 特命的一個職務 所以當時發生這個事情的時候 讓蘇處長 是一個非常依靠的外交官 我過去也跟他有些處 他是一個非常對於日本的情況 非常了解的一個外交官 但是 竟然 我們的代表的 本人 講了一句話 那個地方我管不了 既然是 特命全權的代表 怎麼可以說 他對那個事情 他 他不了解 或者他管不了 那就是 有全權 但是卻沒有全責 全權的意思 就是 要有責任 所以我們未來的總統 既然人民選了你以後 包括 派在外面的代表 如果是失職的話 你也有全權 也有全責 要去管好這個事情 我向人民保證 本人派出去的將來的代表 絕對 要全權負責 因為 做總統的本身 就要負責任 你其實是向蔡總統喊話 要處理謝長廷嗎 我不是 這個問題 如果好好的 不對這些事情 讓人民放心的話 好像不到兩個月了 我們就可以換了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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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